一个号称是铜墙铁地,刀枪不入的小城,底济城。它是华北地区现存比较完好的,明代民居的典型代表,也是建筑史研究的稀缺的实物资料。底济城,位于山西省阳城县润城村,当地百姓称其为战。 它始建于1638年明崇真十一年,整个城建在沁河环绕的土岗上,沁河在古代被称为济水,因此才被称为底济城。 从远处看,底济城像是沁河里的中流砥柱,底济城三面环水,成半岛状,平面为椭圆形,全城占地面积约六万平方米。 底济城不同于那些只具备单一功能的城堡,如燕北的军事城堡,以及平遥的民居古城。 底济城它主要是出于军事防御目的而建,同时又兼顾了民居的使用功能。 底济城的设计风格和建筑特点体现的,是防御围本和屏战结合。 它的城墙一般高度在12米左右,临水的部分城墙,则高达20多米。 在以前,城墙上都设置了城堡、炮台、藏丁洞等军事设施,来防备外来之敌。 由于历史的因素,现在都已经被毁坏不存在了。 从外侧看,底济城的城墙与其他城的城墙,并没有什么不同。 但从内侧看去,十多米高的城墙全部成蜂窝状。 而且,在用磁石靠近城墙的时候,会很快被吸住,整座墙仿佛都是用铁打造的一般。 那么,那些蜂窝状的部分,真的全部是铁吗? 原来,明代时润城镇的野铁也比较发达。 野铁后有一种废弃的材料,叫做干锅。 他虽不是铁,但他的含铁量极高,于是人们便想到用废旧干锅来做建筑材料,进行废物利用,用他累气的墙体。 不仅结实,还防水、防腐、枪炮都打不穿。 据说,1941底济城,曾发生过一场抵抗日军的战役。 八路军的医疗分队和重伤员躲在底济城里,日军打算强攻进城。 然而日军用上了所有的重型装备,都没有攻破底济城的城门,最后选择了撤退,百姓当中流传。 底济城中藏有宝藏,城里的石碑上画着的就是藏宝图。 不过后来文物部门鉴定之后,发现它是城体的平面图,刻画了当时华北民居的情况。 不过,要说建成的目的,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建筑平面图,怕是没有多少人会信的吧。 底济城里的航道大多是钉字接口,而且相似极深,道路显得尤为狭窄,外人进去没人带领的情况下,很容易就会迷路。 底济城由于保存较完好,在2006年,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底写词